浮量,油,水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平底锅里放浅浅一层油,里面尽量沾上油,开火热油,同时放入冰冻饺子,握一次大概放10到16只,将饺子煎一会,加入生水,水位大概的饺子三分之二,二分之一处,然后盖上锅盖,开大火门烧,大概6到8分钟,锅内生也变得刺耳时,水被收干, 三,则可以关火,若还有点水分,则关小火继续,更冷却些即可盛起食用,烹饭技巧,煎饺子要趁冰冻饺味融食,否则饺子逼软来后再煎,会粘锅,很难拿起,二,整个过程都不要搬动饺子,吃煎饺食,配小碟香醋,会更妙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